大家好,我是国际指挥学会的讲师,我叫做琥珀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联真心 希望透过段段的影片可以跟大家分享明确的方向 轻松无负担的方式去掌握联真心这一颗星药 联真心我们要理解它一如理解每颗星药 我们讲了很多次 很重要的核心我们是要先理解它的阴阳五星 以及它化气为什么 特别是化气更是重中之重 联真心它的阴阳五行是属因火 小小的火光,可是它的热力还有辐射的特质依然存在 接着我们要谈至关重要的化气 化气是一颗星药的核心价值 联真心的化气为求 很多人就因为这样的求质就觉得联真心会被关 其实这是不对的 这也是不必然的一件事情,未必然的一件事情 联真心的求质它谈的是约束还有限制 特别是对于自己的约束还有限制 如果我们要赋予联真心一个形象 它会是外交官,那外交官需要被人家谈见 那向外他也需要去拓散他的魅力以及他的影响力 那这种拓散魅力跟影响力的过程中 如果再加上桃花心的特质 是不是也有机会会变成是魅力爆棚,桃花无方党的存在呢? 其实这也是联真心要注意的事情 聪明啊,体面啊,能力好啊 然后呢,数字观念强啊,直觉敏锐 然后在各种方面呢,有时候又能够另辟袭警的想到 很好的方法去达成它的目的 大家应该不会去否认说这是一个良好的特质的外交官需要具备的特质 聪明,体面,能力好,直觉敏锐,有魅力 然后呢,逻辑又强 特别是呢,在很多关键的时候呢,又懂得呢 然后可以另辟蹊径去达成工作的目标或者各方面的目标 解决问题 大家应该不会有意义这是一个良好的外交官应该具备的特质 而就那么刚好呢 这正好就是联真心这个心药呢,外显的特质 而那么能力强大的一颗心药呢 如果少了对于自己的约束 或者是说当它不在意外在的眼光对它看法的时候 是不是当它突破框架的时候呢 其实坏起来也是很可怕的呢 这样的反差其实是联真心这个心药在学习上面很容易遇到的困难 因为会觉得好坏落差非常大 但实际上呢,顺着我们演绎的这个脉络啊 提供大家的方法啊 还有这样的核心价值的分享啊 其实掌握起来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困难 联真心啊 另辟吸尽的这个能力啊 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就是跟不照规矩来超捷径 或者追求刺激感其实就是一体两面 而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联真心这个心药本身划入 或者是说跟露传这个心药同工放在一起 其实呢,就会增加联真心的对于外在的这个诱惑的抵抗能力 除此之外啊,联真心若是跟我们之后会谈的天赋心啊 放在一起 这个组合也会是相对稳定的 可是为了让大家好吸收 就一次呢,循庆现境的去了解这个心药 我们等天赋心讲完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分享这一个特质 那请大家敬请期待 另外啊,其实直觉敏锐这个特质也来自于联真心的磁场强大 所以联真心呢,也其实是一个有宗教缘分的心药 而且同时呢,也容易跟这种灵界啊 或者这种特殊的体验 也很容易会有这种那种特殊的灵异体验 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联真心这样的心药特质 放进食人工会有什么样的展现 各位也可以拿出自己的命盘来核对一下 看看呢,符不符合你的状态 首先呢,命宫 我们讲命宫呢,它其实主管着一个人的个性 然后形式作弗 还有个性、性格上面的诅咒 人格特质上面的诅咒 当化气为求的联真心呢,进入了你的命宫 一般来说你的外表啊 或者说这种交际的手腕啊 都是很不错的 兄弟宫呢,基本上我们谈的是父母的感情 你与妈妈相处的状态 还有呢,与同性别手足的关系 当化气为求的联真心进入到了你的兄弟宫 你会觉得你眼中的妈妈还有同性别的手足啊 他的外貌啊,他的交际手腕都是很好的 接着我们谈夫妻公,夫妻公我们谈的是什么 一个人的感情上面的态度、价值观还有状态 当化气为求的联真心的进入你的夫妻公 基本上呢,你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人 那同时呢,你也会希望呢 你的这个伴侣啊 除了外貌、娇好之外、体面之外 你也会希望他聪明 人际交际的手腕好 那还是要有魅力的 子女宫呢,我们谈的是教养孩子的这种态度 与价值观的性身后还有你的财酷 当化气为求的联真心进入到你的子女宫的时候呢 你也亲子关系是不错的 那在性生活之中呢 正常来讲也可以一步一得水 让你觉得很有魅力 接着呢,我们谈财博工 财博工是谈一个人的理财的态度、价值观以及状态 当化气为求的联真心进入到你的财博工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你的消费的品味还不错 那你也会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财的方法 可是要注意 联真心在财博工的特质啊 这样的财物的特质是需要累积而来的 极恶功呢 极恶功呢,我们谈的是身体使用的方式、体质 还有身体的状态 当化气为求的联真心进入到你的极恶功呢 你要注意好养生 注意不要过度操劳自己的身体 要注意发炎的反应 那同时呢 你要养成定期筛减的习惯 签博工他谈的是说 那外人怎么看你内心的状态 还有你出外的状态 当化气为求的联真心进入到你的签博工呢 那基本上呢,在外人家会觉得你人缘很好 然后呢 很知道怎么交朋友 知所进退 普一公他谈的是人际往来之间的太多价值观 你与朋友的状态 还有异性别的手足 那当化气为求的联真心呢 进入到你的浦一公呢 基本上呢 你就是很知道怎么跟别人的相处 而且知进退 关入工他谈的是呢 对于生活重心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当前的状态 当化气为求的联真心呢 进入到了你的关入工 那就是很重要的经营的方式呢 就是人际关系的经营 维持跟拓展 还有呢 你会很喜欢的有趣的生活方式 天宅工呢 他谈的是你的家世背景 与家人之间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你喜欢的居住环境 还有呢 你的财库 当化气为求的联真心 进入到你的天宅工 基本上呢 你居家座的环境 很容易会有制法的担当 或有宗教的场所 特别是一些小宫庙 那与家人之间相处的状态 彼此之间还算 满知道彼此应该有的进退 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再来呢 资产配置上呢 你要去注意到说 你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 那福德工呢 福德工呢 福德工要谈的是 你的精神灵魂的态度 价值观 还有你的来财方式 当化气为求的联真心呢 进入到你的福德工 人际拓展的方式 有机会为你带来财富 那同时呢 你要去注意 就是有灵异这方面的体验 这是蛮容易遇到的 那父母工呢 父母工我们谈的是 与父亲啊 长辈啊 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还有状态 当化气为求的联真心呢 进入到你的父母工 你眼中的爸爸 不管是外貌啊 人际啊 交集的手腕啊 你都会觉得很棒很不错